4月15号是中共的前总书记胡耀邦逝世24周年 中国大陆的多家官方媒体发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 以及刊登当年天安门广场学生聚集纪念胡耀邦的照片 但是胡耀邦家所在的胡同却被警察封锁 希望拜访祭奠的人们则是被拦截和驱逐 对此中南海前秘书于梅孙回忆胡耀邦曾经说过 要防止法律走向反动 似乎就印证了今天的现实 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4月15号发表两篇文章 纪念胡耀邦逝世24周年 上海媒体界元老周瑞金曾任解放日报党委书记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他在纪念胡耀邦的文章中说 在中国改革到了需要很推一步 经意猛涨的新的历史时刻 缅怀耀邦有很强烈的现实意义 此外中国新闻周刊也刊登了题为 胡耀邦至丧与学生游行的回忆文章 其中披露了在胡耀邦去世之后 媒体对于报道规格不知所措的内幕 以及学生运动风雨欲来的历史画面 文章说 这天上午从人民大会堂向天安门广场望去 学生坐满了广场 四周人来人往 他们举着青年斗士 民主领袖 浴血民主等横幅 预示着一场大的风暴 不可避免了 据中南海前秘书余梅孙表示 他15号前往位于会计师胡同的 胡耀邦家祭店 看到在距离200米的地方 建了一个大铁门 并被警察封锁 有二三十个举着鲜花的访民 被拦在外面 余梅孙也被拦住不让进 余梅孙说 警察不断地拍摄录像 来了四五辆警车 还来了一个大客车 访民告诉他说 那个大客车是专门拉人的 余梅孙让访民帮他拍照留念 遭到警察驱赶 余梅孙离开后 听到留守的朋友说 后来访民们都被大客车拉走了 胡耀邦的长子 全国政协常委胡德平 在胡耀邦继日当天 婉拒了新唐人的采访 但感谢众人纪念先父的心意 余梅孙曾在国务院担任立法工作十年 曾向胡耀邦汇报立法工作 当时胡耀邦告诉他立法无需太多 重要的是让老百姓记住 1985年的时候 我负责执笔这个 我们国家七五立法规划 那么这个呢 报到姚耀邦那儿去 姚耀邦就说你这个 你这个立法要立那么多法 要三百个法 一个法要三四千字 三百个法要一百二十万字 老百姓记得去不过来 这是不得了 此前 胡耀邦也曾批示说 要防止法律走向反动 但九年后 当余梅孙受到文汇报的陷害入狱后 警察拒绝给他看任何法律书籍 他突然明白了胡耀邦对立法的理解 1989年 胡耀邦逝世后 民众自发的悼念活动 拉开了学生民主运动的帷幕 并印发1989年天安门事件 近年来 要求中共平反天安门事件的呼声越来越高 有分析人士认为 官媒的纪念文章 赞扬胡耀邦在文革后 为数百万人平反的功绩 是汉事当局应该平反六四 在文字眼里 对 感谢观看